好那么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人都还没有到台湾 已经在美中台引发了渲染的大波 好力挺台湾的这个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奥在推特表示 愿意陪Pelosi一起来台湾 蓬佩奥在推特上面就说了 要陪他一起来台湾 也说因为中国禁止他入境 不过自由台湾没有禁止他的造访 因此呢他说跟Pelosi说了 这个台湾见 由于Pelosi跟这个蓬佩奥呢 他们是分属共和党还有民主党 两个人之前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面 是不相同的 不过台湾如今似乎也成为了 共和党还有民主党的角力战